一个曾经恃宠而娇的小姑子 我在家里就等于是一个小傍王 一个曾经被百般挑剔的好嫂子 我说哎呦 你今天收了什么菜了 这个青菜们又收了这么咸 一桩23年前被硬生生拆散的婚姻 就是菜在当中一直挑挑挑 没有的事情被她说成像真的一样 一段23年来覆水难收的心酸往事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自然已经没有爱了 还有什么恨呢 如今23年后 当年过50的她们再次面对 一份来自曾经小姑子的深深歉意 又能否得到至今独身一人的嫂子的原谅呢 6月29日21点20分 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 让我们共同见着 有请主持人 涂磊 真情致切 重新开始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涂磊 欢迎来到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在节目直播期间 大家打开微信摇一摇 即可获得精美的礼品和现金红包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 美女主播柴子璐 出名的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出名的心理专家 白燕仪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我家里只有哥哥跟我两个小孩 他比我大八岁 所以有什么好吃 好玩的 都会以我为主 都会想着我 我哥哥本来是很爱我的 后来因为嫂子的到来 让我感觉 哥哥没有像以前那样爱我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想出 那么恶劣的方法去拆散他们 想着就是要拆散他们 后来嫂子跟我哥哥真的离婚了 我想都是因为我的原因 我现在我必须要向我嫂子 说声对不起 姑嫂之间的矛盾 来 我们首先有请嫂子小慧 你好 各位老师好 您多大年纪 我54了 她呢 她应该比我小几岁吧 小姑子 对 你等于是她前嫂子 对 你是跟她哥已经离了 你跟她哥哥离婚的这件事 跟小姑子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就是她在当中一直挑挑挑 没有的事情被她说成像真的一样 这么多年了 我不想再提起以前的事了 年前呢 她通过一个朋友找到我 说要跟我道歉 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既然已经没有爱了 还有什么恨呢 不用道歉了 但是后来她自己打电话过来 一开始我都是把她 都不接她电话了 后来打了好几次 就感觉她很诚恳地要跟我道歉 我觉得呢 如果我不接受她的道歉 可能她的心里 亏欠就一直会埋在心里 我想今天来呢 还是为了成全她 让她心里的那个亏欠 能够释放出来 那她的亏欠释放出来了 你的恨还能够释然吗 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了 不在乎 却依然在流泪 怎么可能会不在乎呢 你现在结婚了吗 没有 你前夫再婚了吗 她听说再婚了 你们多久没见面了 二十多年了吧 所以她这次来找我 我觉得很意外 通过和嫂子的聊天 口识心扉四个字 在她身上尤其凸显 其实内心还在乎 内心还没放下 但是她依然很善良 愿意给小姑子 一个释放愧疚的机会 但是自己的心依然纠结 来我们掌声有请 小姑子李敏华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观众朋友们好 照顾得挺周全的 都好 但是你前嫂子不好 所以我今天就是来 去跟她道歉的 很少听说这个小姑子 把人家都挑散了 是的 因为我哥哥在她没来之前 是很疼我的 有什么事都会烂着我 就是我在家里 就等于是一个小傍王 所以说后来她来了以后 我妈妈也帮着她 那我哥哥肯定也是帮着她 对吧 那我就想 她如果不来的话 我哥哥肯定 也会像之前一样的 疼我了 就爱我了 都是因为是她 所以我一定要想尽办法 就是让我哥哥离开她 你家里就兄妹俩是吧 对 在她没来之前 你哥哥对你有多好 我记得有一次 我哥哥那时候 就是刚上班没多久嘛 他的工资也不高 然后那天我就跟我哥哥说 我说哥哥你发了工资了 对吧 能给我买件新衣服吗 他说好的呀 那我带你去 去了以后呢 然后我抗中一件衣服 那件衣服呢 当时就是相当于 我哥哥一个月的工资了 然后我哥哥说 那妹妹 我帮你买旁边 广设差不多的 但是价钱呢 稍微便宜一点的对吧 那我就不肯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我抗中的东西 我一定要买下来的 那我哥哥因为很疼我嘛 他说那算了 妹妹我就买给你嘛 我就觉得哥真的是 很疼我的对吧 就你哥哥可以清晰所有 对 我哥哥还有一件事很疼我的 因为我平时呢 很喜欢吃我们那个小区门口 有一个专门做烹饪的 因为那时候我下班了嘛 肚子很饿 我十点半到家了嘛 然后我看这汤饭没有出来 我哥哥呢 正好第二天上班 就睡觉了 然后我就跟我哥说 我说哥 我肚子饿了 你帮我去看看 其他地方有没有 我说我真的很想吃 然后我哥说 我睡了 我说你起来嘛 你就帮我去一下嘛 然后我哥哥就真的 就马上起来了 然后去了一辆自行车 就去帮我 买馄饨 对 还有什么可以证明 你哥哥对你特别好吗 我虽然是在家里是小帮我 但是到了外面就没用的 所以我外面碰了什么事情 我回来就会跟我哥哥说 然后我哥哥就会去跟人家理论 就是这样的 反正都是帮着我的 哪怕是我错 他也会说是我对的 哥哥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87年认识他的 然后是好像89年跟他结婚的 谁追的谁 也不是谁追的谁 就是他哥哥长得比较漂亮嘛 再说 没有用漂亮形容一个男人 就是长得比较高大 就是还很凝聚 而且他很会照顾人的 我觉得他对我也挺好的 那都是从他妹妹那儿练出来 很会照顾人 有可能吧 其实当时我妈妈也提醒过我 你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小姑子 你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你妈妈怎么知道小姑子厉害 就是结婚前嘛 我说的 就是如果我跟他哥哥去看电影 他哥哥会把他一起带过来 而且他非要坐在我们中间 非要坐在你们中间 对 他每次都是这样的 他哥哥太宠他了 但是我觉得 只要他哥哥对我好就可以了 我觉得反正他将来也要出嫁的嘛 你是觉得总有一个出头之日的 对啊 其实那个时候心里讨厌他 有点 那你跟他说过吗 我不敢跟他说 他说在家里说什么都是他对的 因为他被宠坏的孩子 你跟他说没用的 他只顾自己的感受 不会顾别人的感受的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呀 三十几岁结婚 他那么晚结婚啊 对啊 他因为有人一直宠着他嘛 他就不想离开那个家来 你就熬不出头了呀 所以后来离婚了呀 你离他才接的 我的天哪 你没撑住啊 证明我无能啊 没有 开玩笑 那你先说说他都挑了一些什么事 就是我们结婚以后嘛 有一次我爸爸生病嘛 那就是我要去照顾他 因为一个人掺不动他嘛 你自己的父亲 对 我自己的父亲 就是我一个同学 就是以前的同学都是戈壁邻居嘛 那个男孩 他看到肯定会来帮我一把的 这么被他看到了 回去就跟他哥哥说 说我借事帮父亲看病 跟好像外面有什么什么人了 什么东西 说一次也就算了 他一直说一直说 那他哥哥肯定以为是真的了 你是真觉得他们俩有点什么 我当时是真的是以为是这样的 所以我现在感觉很亏欠 那时候你多大了 22岁还是21岁 你谈恋爱了吗 那会儿 你们就因为这事离得婚 不是 后来就是他一直说我不好嘛 后来他哥哥就是一直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嘛 有时候到外面去消遣啊 什么东西的 反正有一次 他就是那个脚上有湿症 说是到那个洗脚房去洗脚 可能那边是那个卫生状态不太好 但是他那个湿症会传染的 传染给我了 就被他知道了 他就对着我说 你还在这边干嘛 我哥哥都不喜欢你了 都到外面去找人了 这时候我问他哥哥 他也支支吾吾的也不说 我以为他是真的不爱我了 我在他们家 忍了那么长时间 自然他不爱我了吗 我也就不要再待在这边了 我当时就是想借这个机会 能把他们拆散吧 所以我现在感觉很亏欠 你嫂子在家里做家务的吗 对 做饭吗 对 你不做饭的 他没了这些事情都是我妈妈做的 我都不做的 反正一直以来你就没做过 对 我就没做 然后那天他身体也不太舒服 对吧 然后他就是去早上去买了菜 然后又去上班 晚上回来的时候 他又跑进厨房去做了菜 但是那天我自己也在外面也碰了这些事情 就是本上去心情不太好嘛 然后他那天烧的菜真的是不好吃 然后我就那天我就说了 我说哎呦 你今天烧了什么菜了 这个青菜又烧得这么咸 这个鱼又这么腥 然后我妈妈就帮着他 因为我最恨就是我妈妈就是什么事情就帮着他 然后我妈妈就说了 你要吃吧 要吃就吃 不要吃辣倒 他说你少着生了病 做了菜你还嫌多嫌惜的 说得对啊 对啊 但是我那时候不是这样 我想你为什么要帮着他呢 他一说 然后我哥哥就说 对啊 他说你 那你就不吃嘛 那你到外面去买一点吃 对吧 然后我我想 你说这个什么意思了 我就去死了 我想你们都帮着他 我就把那个鱼药拿起来倒进了 然后我就又把我自己的网 我就摔在地上 我说不吃不吃了 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好像要打我的样子 对吧 我就跑到里面房间里面去了 我就躺在床上看电视了 然后我嫂子就说 哎呦 就跟我妈妈说 她说 肯定我今天肯定也是心情有什么不好的吧 这才这样的 然后他说 有可能也是他自己烧的才有问题 他说他就是默默地就把我摔在地上的碗 就是捡起来 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就感觉有点内疚 但是我还是就是不想跟他多啰嗦 即便是那样的状况 这么刁蛮任性 他哥也没有护着你说一句话是吧 倒是你婆婆说了一句公道话 是吧 对 所以当一个自己的男人 不能在自己面前主持公道 保护自己的时候 你内心是不是对他挺失望的 对啊 是吧 是的 可能那天做的菜呢 是有点味道 就 那其他的人不吃得好好的吗 但是他爸王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 就是说那次我前夫 就是买了两件衣服回来出差 我说你先挑吧 挑了吗应该就没事了吧 所以知道我那天穿到单位里吃好 同事说 哎呀我新衣服挺好看的 后面有一个人说 怎么后面有两个洞啊 我说不可能啊 他说你不信你自己摸啊 我应该摸真的有两个洞啊 我心里肯定有底的 但是我回来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这件衣服是不是你妹妹弄的 他说对我肯定是我当初挑的时候不仔细 我就知道这个男人不会帮我了 因为他是一个很仔细的 不可能会犯这种这么低级的错误 你跟他哥哥有孩子吗 有 孩子跟着你 嗯 他对孩子好吗 他小时候嘛 高兴了来逗逗玩玩 那他们俩离婚之后 你觉得日子好过了吗 也不是怎么样 哥哥有没有把所有的爱又重新给你了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他也可能有点怪罪于我 以前也不怎么喝酒的 后来喝酒也很厉害的 后来我想想 哎呦 大概真的是我的原因造成他们的 你侄子多可怜 就是 然后那时候我侄子也很可爱的 真的很可爱的 因为我侄子这么胖胖的 然后我很喜欢在她的胖胖脸上亲她的 知道吧 我一亲她的话 她就马上回过来亲我一下 因为我就觉得 那我侄子真的是很可爱 很可爱的 后悔了是吧 对啊 哎呀 还说侄子来 说到侄子我真的气不大一出来 那时候我做叶子的时候 和我煮的那个鸡汤嘛 但上来不是那种很浓的汤 都是清水 因为我妈妈烧的鸡汤呢 是很好吃的 然后呢 要给她吃了嘛 我妈妈就跟我说了 她说 你就不要吃了 说这个是给你少吃补奶水的 然后我想 哎呦 也就是因为你 否则的话 这个鸡汤肯定是我吃的呀 很多本来的话就不会这样 但是因为我当时因为我没有想到会 因为这样 你说你又不需要下奶 你喝别人的鸡汤干什么 就是因为好喝呀 你那么喜欢吃你现在怎么这么瘦啊 我妈妈也瘦 我邻居也瘦 她说你怎么吃就是吃不胖 就是大概我像我妈妈 我妈妈也很瘦的 他们离婚之后 跟你还有来往没有 基本上是没量 但是有一天我就是颈椎发作了 因为我颈椎发作起来 是很厉害的 几乎是就是能站不起来的 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说我妈妈不行 我说我怎么眼睛一睁开 就是上面好像天花板在装 我说我站都站不起来 我就躺了一天 躺了一天以后呢 因为我各个工作原因们 经常要出差的 然后又出差了 家里就只有我跟我妈妈嘛 然后我妈妈说用了怎么办呢 她就一下子就想到我这扫子了 她就说我打电话试试看 扫子会不会来 想不到我这扫子真的很好 她就马上就过来了 她就跟我妈妈一起 就是等于是棒抱着我 叫了一辆车就送到我医院 那时候医生就跟她说 今天晚上你们一定要 有一个人陪的 那我扫子就跟我妈妈说 她说那就让我来陪吧 那会儿他们离婚多久了 一年好像不到一点好像 你哥哥再婚是什么时候 他们离婚后三年 你怎么还会去呢 不是 因为我婆婆 平时对我挺好的嘛 她叫我帮她嘛 我想我就去了呀 再说我也想看一下 那个小霸王躺在床上 不能动的样子 我想她也每天那么霸气 总有一天也会这样子 怎么样 结果看着她 躺在床上的可怜样 觉得挺可怜的 因为我这个人心就说了心很软的 看到她这个样子呢 我又觉得不忍心 她陪了她一夜 对呀 那你去是不是还带着点 复婚的想法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时候复婚还有机会的吗 对呀 对呀 还有个孩子呀 对呀 如果经过那一次晚上给你陪业 你们俩之间关系好了 就可以复婚了 对呀 后来就是呀 后来我闭口了嘛 好了以后 然后我过到时间 然后我想想 好像还是我这个手势蛮好的 我想再去找到的时候 他们已经就是搬家了啦 那时候因为我们的 像现在有手机什么有什么 那时候就是靠那个公用电话 搬家了以后 公用电话就是他家里之前的电话 就没用了 然后我就找不到他了呀 是这样的情况 你想呀 你要真想找还找不到 对呀 那时候肯定不像现在这么 现在在网络上 你哥还要给他生活费呀 对不对 给孩子生活费呀 你还就是看我父子的眼 我也不知道 生活费后来就不给了呀 你哥生活费都不给呀 后来就是 给了几年 孩子多大了 25了 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也没什么来往 不来往 完全不来往 对呀 那你怎么跟孩子解释呢 我儿子从小我就跟他说了 你是小男子汉 你以后要保护妈妈的 所以我儿子也一直很争气的 他读书什么都不要我操心的 从来不上补习班的 都是我们都是上的那个公办学校 但是成绩也挺好的 他没有跟你念起过爸爸 肯定要问的 因为所以我觉得 最对不起的是我的孩子 为什么 因为他是单亲家庭 你是不是特意躲起来 对 这些年没碰上好的 找再找一个 我觉得我那时候心思 我就想把我孩子 好好地把它培养成一个 你应该再找一个好男人 会有好男人等着你的 希望 等我儿子结婚了 我也可以寻找我自己的那个生活来 可以找 你四十几啊 五十几 五十几 看不出来四十几的样子 倒是他现在苍老一点 他因为人不善良吗 你不介意啊 不介意 你这次通过这个舞台来道歉 为什么是今时今日呢 年轻的时候碰到我一个 就是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 就是他跟我说了 他说你知道吗 你前一小时离婚以后没有再婚 而且带了你一个侄子 好像过得也不是怎么好 就是去站柜台啊 然后做保洁工 反正就是做了一个工作 都比较苦的比较累的 但是还是把一个人 把他我侄子拉扯到了 好像他说你想不想再去看看他了 哎呦我说好的呀 我说我本来就想去看的 我说要不你帮我去说说看的吧 可不可以 我想我想先跟他道歉一下 然后那个我朋友大概去跟他说了以后 然后说了以后回来跟说 他说好像你嫂子说他不想见你 那我说要不这样吧 现在反正也有手机的对吧 你把他的手机告诉我号码告诉我 我来打开电话看看看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我是很正常的在跟你道歉 我也知道我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很对不起你的 真的是我错了 好吧 我们说一个人内心真的要善良 来三位老师 对于姑嫂之间的这一段前缘过往 你们的解读是什么呢 柴子璐你有小姑子吗 没有 那你 但是我有嫂子 所以我特别理解小姑子刚刚说的那种 对于哥哥的爱的那种索取和战友 就是当一个人无限度地对自己好的时候 就容易躺在他那种温暖的怀抱里不想出来 容易忽视一个问题 就是他是我哥呀 他不是我老公呀 不是我爸呀 他要娶老婆的 后来当我哥哥找到我嫂子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觉得心里 我觉得我嫂子不配我哥 其实为什么不配我不知道 我就是觉得他配不上他 后来我哥结婚以后 我哥就很少很少请我吃饭了 就好像有一次请我吃饭 还说一百多块钱 他说我钱都交你们嫂子了 我当时心里特别不开心 我说他怎么能这样呢 把我哥的钱怎么都管住了 结果后来那么多年过去了 我现在跟我嫂子关系挺好的 因为我后来发现 我哥交给他的钱 他都拿起来当积蓄 他们俩这么十几年以来 买房 买车 从小房子换大房子 都是我嫂子在经营 现在只要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就有时候会给我哥 给我嫂子打电话 然后说我也带着孩子 我们一起玩吧 然后好好 大家就一起旅游 其实那种家庭的氛围 让我特别开心 而且有时候 我都不叫他嫂子的 我叫他姐 这种情感 我觉得真是自己多了一个姐姐 不是说来了一个外人 是我哥哥帮我找了一个姐姐 来疼我 来疼我孩子 来关心我们这个家庭 因为当我正常地 用这种心态 来看待我嫂子 和我哥哥的时候 用祝福的一种心态 去看待他们的时候 其实我哥哥会过得更加幸福 另外想对嫂子说的 其实过去的事 过去了就让它过去 当你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不像刚刚上场那样 流着眼泪 就说明你真的把这些事情放下了 就说明你真的在开始 考虑自己的幸福了 我祝福你希望在你以后的人生当中 能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 也希望能真正地 通过今天这个平台 跟小姑子面对面地聊了以后 能真正地放下这些 仇怨也好 这些伤心的往事也好 能再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平静如水 那么你就真的走出来了 好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23年前 我们的社会舆论环境 远没有现在这么地包容 那个时候一个单身的女人 带着孩子要遭受多少的艰辛 只有那样走过来的女人才知道 你已经有了太多的不快乐和不幸福 你要去创造自己的幸福 不要说等儿子结婚之后 因为那样的话 儿子都不能够那么心安理得地 去开始创造自己的幸福 因为他很爱妈妈 他也很感恩妈妈 所以从现在开始 就创造自己的幸福 孩子25岁 已经完全能够去 独立地面对人生了 这样你和你的孩子 才能够获得珍重 轻松而快乐的人生 我觉得这样才不枉 我们来经历过一次生命 谢谢你们 谢谢 小姑子爱自己的哥哥 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他爱自己超过所有人 包括哥哥 你假如真的爱哥哥 你能忍心让他放弃这么贤惠的嫂子 我倒要夸你一句 在你病重 你们毫无关系以后 对你的一次善待 我真的祝福你 你有感受善良的能力 这是你以后走出自己 爱你所爱的人 所具备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希望你把你这份善意 传递给你的哥哥和你的 已经不是嫂子的嫂子 传递的一个前提在于 你要尊重他们 你哥哥都五分六的人了 还是当初你摆布的玩偶吗 你让他为自己负责 然后在旁边经营好你的生活 为他默默地祝福 如果时光过了二十多年 你能做到这一点 你就完成了成长 小霸王背后其实就是小淘气 小淘气我一般用来形容 六到七岁的孩子 人总在走向自我的圆满 人总在成长 变得除了容下自己 能容下亲人 进而容下这个世界 至于嫂子嘛 孩子已经二十五岁了 我的建议就是 你前半生活给了 一个不爱你男人的家人 然后再用很长的时间 活给了自己最爱的孩子 善待自己一回 我的一个中国梦 就是使天下所有善良的男人女人 都有有个好报 谢谢老师 这得靠自己经营 争取努力 而不总是以善良的 受害者的姿态 坐在我们的面前 祝你们的未来 都有一个美好的前方 等着你们 谢谢你们来 嫂子很善良 节目还没开始 看人家VCR她就哭了 而且在节目的过程当中 数次落泪 嫂子也非常的独立 这些年来 她所有做的工作 都是一些非常基层的工作 像清洁啊 保姆啊之类的 把一个孩子带大 而且嫂子还很真实 她还有一些生活的乐趣 她刚才那句玩笑话说 不善良的人就显老 所以说 嫂子通过她的独立 善良和真实 她现在的家庭挺好的 母慈子孝 孩子有出息 自己呢 也奋斗得有前途 其实我觉得你今天来道歉 是一种勇敢 这种善良的回归 应该扩散到整个家庭当中去 你与其给她道歉 不如学一学她 把自己的家庭经营得好一点 对吧 让自己的哥哥 对孩子多尽一些弥补和责任 真正要让善良回归 不是道歉 而是在生活当中 扎扎实实去旅行 你要真的想跟嫂子说 道歉 你不如就学一学嫂子 怎么做人 接下来你有什么 要跟嫂子说的 就好好说出来 好吗 谢谢你来了 老师对不起 之前就是因为我的不懂事 造成了你现在这样的生活 虽然你说你现在过得很幸福 但是我觉得你一个人把我支持带来 也是很不容易的 这都是因为我的原因造成的 如果当初不是我的自私 就不会造成现在这样的状况 但我自己也过得并不怎么样 我只想说嫂子 我们做不成姑嫂 能不能像姐妹一样的 互相照顾对方 嫂子行不行 其实我也谢谢你 能够把我的能量发挥出来 本来我不知道我自己那么能干 离开了你的哥哥以后 反而我觉得我像个女人了 我能把我自己的事情都做好 而且我把孩子也养了这么大 我觉得现在挺好的 想看看你侄子现在怎么样吗 嗯 当然想了 你描述一下你儿子 我儿子啊 嗯 一米八二 帅不帅 应该挺帅的 还有点低调啊 你看他满脸骄傲的样子 行吧 学学别人吧 把礼物放在礼物传送带上 转动礼物传送带 这是他第一次送礼物给你吗 对啊 你准备接受吗 你要不接受就别拆 接受才拆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礼物 看东西接不接受是吧 好佩脸 当初就是因为我哥跟我嫂子结婚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已经没什么情了 我哥赚的钱基本上都是让我花了差不多了 但是我嫂子呢也是很商量的 就是跟我哥帮了一个很简单的婚礼 当初呢 这个项链呢也是我嫂子想要的 但是我哥哥因为那时候没有钱买给他嘛 我嫂子也就没想 所以我这次呢想弥补一下 用我自己的能力来买这个项链 你把你嫂子戴上 那两个人都好高啊 你看 两人抱的姿势就不一样 这个小姑子抱嫂子是赖在别人身上 所以这个嫂子几度要跌倒你知道吗 就是还是孩子一般的那种拥抱方式 好了到这儿来吧 相逢一宵明恩仇啊 你没想到跟这个小霸王现在还会抱在一块 就是啊 他还会送你我给 有的时候两个人在生活当中相遇 无论是因为工作 因为婚姻总是一段缘分 当一个人愿意走向善良的时候 其实这本身是最感动的事 其实你感染了他 如果你不感染他的话他不会来道歉 你说呢 对啊 我希望你的善良能够感染他们家所有人 也能感染电视机前那些正在不尊重别人生活的那些人 好好看看自己 好吗 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 好吧 好吧 行 牵着手回去看看大侄子 啊 再见 谢谢 老子 对不起 如果当初不是我的自私 就不会造成现在这样的状况 老子 我们像姐妹一样的互相照顾对方 好 坚持你在生活当中的善良 这种善良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 它始终是一种人生最大的美好 如果你们也有故事需要分享 欢迎来到这个舞台 说出你的对不起或者说出你的感谢 那都是重新开始的美好生活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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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